南投高商之前特别举办别开生命的国际交流活动 接待来自中心大学国际教育处以及美国德州国际领袖学校的贵宾 除了传统的茶道体验 南投高商应用英语科特色的英语融合茶艺作品 也立美方代表眼睛一亮 那县府在今年度到明年度的部分 我们也都会编列这个出国的奖助学金 那总经费总共是800万元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奖助学金可以补助我们的高中职的一个学校 那可以争取我们这个个人申请的部分 大概就是每个人最高金额是50万元 那也补助我们这个我们的国中小到高中职的这个学校 可以用团体出国的一个部分 那补助的经费最高是30万元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费的挹注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未来可以出国到国外去做一些学习 南投高商秘书陈凯迪并表示 这次交流是促进双方合作的一个契机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与德州的学校机构 洗手探索未来的合作可能性 那我们学校其实也是每个学期都会邀请不同国家的人来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让我们的学生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我们也有外籍老师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么尤其我们在留宁会校长到任之后 特别积极规划这样的一个国际教育的活动 那么像今天就有我们的校长特别指导我们来跟中兴大学 来跟Iotex这样的一个办理茶席 能够让我们将南投在地的特色结合我们的英语能够发扬光大 交流后活动转至南投高商的茶艺教室 这里南投高商茶艺教室蔡培君 在精致的茶席巧妙展开了一场独特的茶席体验 那Iotex他们是一个来自于德州的一个学校的系统 他们事实上来说总共有23个校区 那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很特色的一个地方是说 他们鼓励他们的学生除了英文之外 希望他们把中文当作第二个最重要的外语 他们希望学生能够很广泛的在一个 全部进入在中文的环境里面有效的来学习中文 此外也透过头商独特的茶艺特色课程来结合英语 透过这样的国际语言传达出去 除了让学生能够提升商业与外语素养 也进一步地将南投在地的产业特色推广出去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 真正是否在这中文语言传达出去